提起蔡國慶 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 她的《常回家看看》 《365個祝福》等耳熟能詳的歌曲 曾風靡大街小巷 轟遍大江南北 作為國家一級演員 蔡國慶不但能歌善舞 還能主持節目 演戲 妥妥的全能藝人 年輕時候的她更是帥氣逼人 受到很多女生的熱烈追求 單單情書就要以麻袋來計算 而在眾多的追求者當中 就連天后納英也曾被蔡國慶直言拒絕 到底是怎樣的風雲人物才會有這般魅力 1966年9月17日 蔡國慶出生在北京的一個藝術世家 父親蔡仲秋是中國歌劇舞劇院的男中音演員 母親是一名地毯設計師 由於時代的因素 父親便隨著時下的潮流 給自己的兒子取了國慶這個名字 遵循傳統教育的父親一直想培養自己的孩子 希望他以後能夠繼承自己的一波 於是 父親就經常帶著年幼的蔡國慶 一同去歌劇院排練 在父親的影響以及環境的耳辱目染下 蔡國慶也漸漸地喜歡上了歌舞劇 在蔡國慶三歲那年就表現出了驚人的天賦 每次在劇院裡看過表演之後 她總能記入一些劇中的唱段 在回家的路上就用細嫩的嗓音 模仿大人唱《茶花女》 《蝴蝶夫人》等歌劇中的永叹調 這讓父親蔡仲秋大為震驚 認為兒子是個可塑之才 於是便悉心培養他 在他三歲時就讓他學習鋼琴 四歲時開始教他歌劇表演 同時還讓他學習跳舞 壓腿 下腰等 小時候的蔡國慶一直按照父親所期望的路線學習 和李光熙學習朝鮮歌曲《今日的昌城》 學習維吾爾語的《紅燈記》 只要符合那個時代的要求 任何新的歌唱藝術形式都儘量去接 當然 蔡國慶也很爭氣 無論什麼藝術形式她都能學得會 在七歲時就加入了各大藝術團 曾多次代表藝術團參加比賽 經常獲得《少兒歌曲》比賽的第一名 雖然年紀不大 但蔡國慶似乎天生就是為舞臺而生 她經常為廣播電臺錄製獨唱節目 十歲就登上人民大會堂 為嘻哈努克親王表演節目 十一歲就站在五一遊園會的舞臺上 為中央領導人演出 處若不驚 沉穩的表演風格 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十一歲時 蔡國慶就通過中國唱片社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張唱片 《周總理來到少年宮》 除了唱歌跳舞等文藝活動外 為了增強體制 父親還要求她學習武術 對於父親的要求 蔡國慶都是有求必應 去了北京石岔海體校學習了三年武術 為將來的演藝發展蓄足了進 1977年高校恢復招生以後 十一歲的蔡國慶憑藉出眾的才藝 被中央戲劇學院少年班破格錄取 她也成為中戲史上年紀最小的學生 許亞軍就是她的同學 在中戲的四年時間裡 蔡國慶的演技得到了很好的鍛煉 經常參演話劇 表現也十分出眾 中戲畢業後 蔡國慶被分配到了中國兒童藝術劇院 在這裡 蔡國慶出演了很多兒童話劇 演技再一次得到了升華 可她始終不怎麼喜歡演戲 反而對唱歌情有獨鍾 1985年開始 蔡國慶正式轉型 以歌手的身份示人 搬唱了不少經典歌曲 但都因為沒有自己的特色 導致蔡國慶很長時間內找不到方向 也沒有引起外界的關注 後來 鄧麗君等人成為歌壇的主力 紅遍亞洲 蔡國慶就開始研究鄧麗君的流行唱法 並取到了一定成效 在她20歲的時候 就發表了自己的第一張流行音樂唱片 正式放棄了美聲 轉型成為一名流行歌手 由於從小便在各種主流舞臺上參加演出 轉型後的蔡國慶依舊邀約不斷 而且都是大型的文藝會演 1986年 蔡國慶漸漸有了名氣 還成功入選第一屆全國百名歌星演唱會 開始聲名雀起 蔡國慶還收到了芬蘭國家電視臺的邀請 成為首位走上芬蘭迎平的中國歌手 讓她的名氣大增 回國後更是直接參加了亞運會工人體育場的演出 以及中央電視臺的五一勞動節晚會 1990年 蔡國慶參加了第四屆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 憑藉一首《北京的橋》一舉拿下通俗唱法組的銀獎 同年還參加了北京電視臺的初期晚會 讓千家萬戶聽到了她的歌聲 《北京的橋》也成為了她的經典代表作 爆紅後的蔡國慶並沒有因此簽約經濟公司賺錢 而是應徵入伍當兵了 參軍第一年 蔡國慶就立了三等功 無論條件多艱苦 她都熬了下來 完成了140場無報酬的軍隊演出任務 此後 蔡國慶在部隊內多次立功 職稱也升至了正師級 初訪過50多個國家 22次登上春晚的舞臺 成為了春晚的釘子戶 每一年都為觀眾們帶來經典作品 在春晚廣泛的收視率下 蔡國慶也變得家喻戶曉 尤其是春晚上365個祝福和常回家看看成為了一代人的回憶 因為從小帥到大 又多才多藝 文哲彬彬的蔡國慶備受女生們的青睞 堪稱當年的頂流 是無數少女心中的夢中情人 經常能收到一麻袋情書 甚至在蔡國慶27歲加入總政歌舞團時 北京軍區的女兵們都沸騰了 先後有5名女兵把之前填好的復原報告撤回了 只為了留在部隊裡能夠有機會見到蔡國慶 很多歌迷在得知這個消息後 也紛紛跟隨她的腳步 選擇當兵報答祖國 可想而知 當年蔡國慶的影響力有多大了 而當時的蔡國慶不僅是少女偶像 還是爸媽心中的國民女婿 她一臉正氣的長相也非常符合長輩們的審美 可以說是通知老中青各種粉絲 但被眾人追求的蔡國慶也是一個戀愛小能手 她從中戲的時候便開始談戀愛 可在蔡國慶的情感經歷中 外國女人佔了一半 1994年 在一次演出中 她結識了外國美女艾斯 兩人一見鍾情 很快就墜入愛河 女方更是鐵了心要嫁給她 可當時 蔡國慶更看重自己身上的榮譽 選擇了不辭而別 跟艾斯分手後 蔡國慶又轉身愛上了瑞士美女瑞婷 兩人可謂是郎才女貌 很快就成為了情侶 只可惜 女方父母很快就被調離中國 回到了瑞士 瑞婷不想一人待在中國 所以選擇了回國 兩人談起了異國戀 最終還是沒能走到最後 跟瑞婷分手後 蔡國慶的感情再也沒有了消息 在蔡國慶24歲那年 跟著音樂名師古建芬學習 認識了同學納英 納英和蔡國慶在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年紀 納英一看到英俊帥氣的蔡國慶 就暗暗地喜歡上了 納英為了討好蔡國慶 經常會給她送一些巧克力和零食 後來在一次演唱會後臺 性格直爽的納英直截了當地對蔡國慶說 要不咱倆試試 都說男追女隔層山 女追男隔層沙 但是這個說法在蔡國慶這裡是行不通的 蔡國慶認為納英是直來直去傻大姐的性格 並不是自己喜歡的類型 便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 很多年過去了 蔡國慶和納英還是非常好的朋友 有一次 兩人接受採訪時 還聊起當年的往事 蔡國慶對納英說 當年啊 我還真沒看上你 我看上你姐姐納欣了 納英爽朗地一笑 也絲毫不介意 蔡國慶心目中的愛人 是那種性格溫柔 小鳥依人型的 在男人中 她是個比較傳統顧家的人 當時 納欣和納英兩姐妹從東北來到北京 納欣一心要把妹妹培養成當紅歌手 一力承擔了工作 生活上的大小事物 非常能幹 相比沒心沒肺的納英 納欣的確才是女友的理想標準 但很可惜 她與納欣也沒有走到一起 直到2016年 蔡國慶帶著兒子和妻子參加綜藝 爸爸去哪的時候 觀眾這才發現她已經結婚了 至於她妻子的信息幾乎在全網都查不到 跟劉德華一樣 蔡國慶對家人保護得特別好 唯一的信息是她老婆名叫秦娟 也是一個美女 更重要的是 秦娟也是主動追求她的 而且苦苦追了八年 如今的蔡國慶也算是妥妥的人生贏家了 兒子完美繼承了父母的優秀基因 長得十分帥氣 妻子又那麼漂亮賢慧 默默在背後支持她 相夫教子 任勞任怨 雖然年過半百 但刻在她骨子裡的折騰 沒有被磨滅 蔡國慶依舊活躍在演藝圈 頻頻參加綜藝節目 50多歲還像個年輕人那般在綜藝各種作妖 讓外界再次感受到她的魅力 希望蔡國慶能夠一直這麼玩下去 為觀眾帶來歡樂 正如她自己所說的那般 生命不息 折騰不止